很多经文当中写到 菩萨的初发心识 继承正等正觉 也就是说 当你发出这个愿力的时候 准备学博的时候 你的这种能量非常非常大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当你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决心是势不可挡的 但是当你做错事情了 你再想一想 那么可能你会想到 哎呀 这没那么容易嘛 最早的时候 我这个可能想法有缺陷 然后呢 许愿许过头了 我现在能不能再回过来 这就是很多人的写单 这就是很多人的 没有往前进的这个愿力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些人会越修越差 因为人间的烦恼挫折 和你所有的错误 你都没有好好地把握住 你都没有用初始心 来战胜这些烦恼心 和困难的心 我们很多人 在人间做事情 做一点扔一点 做一套说一套 慢慢地就丢掉了 自己的本性 本性就没有了 所以学佛不是花花草草 我们学佛人是专门地 生路进去 我们学佛人要弃而不舍的 因为佛能通一切智慧 测万把缘 就是告诉我们 菩萨 他能够通达任何一切的智慧 你今天想不通 还在痛苦 还在烦恼 还在觉得纠结当中 你离开了一切智慧 菩萨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没有智慧 人间所有的烦恼 对菩萨来讲 都有智慧把它解决的 你今天不能解决这个烦恼 你就是会增加烦恼 所以你就是不能通达一切智 测万法缘 什么叫测万法缘 彻底领悟 所有的法 的缘权 来自于哪里 所以 学佛要靠智慧 你才能了解万法的根源 你看我们学法 学佛 都有根源的 大家想一想 你们怎么会来学佛的 每个人都有个根源吧 经常想到 有的人告诉我说 他学佛 是因为家里 爸爸 身体不好 或者母亲 或者自己 曾经感情上受到伤害 等等的一切 那个时候 下定决心 我要好好地改变自己 我再也不能颓废 我再也不能懈怠 不能浪费生命 我要寻找一个解脱的方法 你记住你这个万法之源 你记住你为什么要学佛的 你就能有始有终 所以学佛人不能有始无终 一个人学到后来不能归远 就不能通畅 学到后来要明白 佛萨叫我们做什么 你要学会什么叫通畅 学佛最困难的时候 实际上是开始的 你开始之后的境界 一定开始是最高的 慢慢地一落前掌 因为当你开始许大愿的时候 你的劣根性就会暴露出来 你的烦恼 你的称恨心都会自然流露 然后你就会碰到困难放弃 就跟人的婚姻一样 没结过婚的人 非常想念着有个家要结婚 但是一结婚之后 他的业障来了 他的烦恼不断 他的自私心造成了婚姻的破裂 所以在伯教中 有一句话叫 出正则终修 我们要懂得学佛的初心非常重要 初心很正 就是你的发心很正 则终修 最终你会修成活道 就是要靠着恒心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初正则终修 就是因为你的初心很正 你最后一定修得成 那么修得成靠的是什么 就是靠你的恒心呀 你有了恒心 你就能够把最初的初始心 延续到最后 你就不会退转和懈怠 不会写着 感谢观看